大家好,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我是李國慶 國家統計局每個月公布的工業增加值 是反映製造業經營情況的指標 雖然內地正在積極進行產業升級 轉型到第三產業,即是服務業 但是2018年內地工業增加值 仍然超過30萬億元人民幣 佔同年GDP的三分之一 因此製造業的興衰仍然值得關注 工業增加值的研究對象 是針對主營業務一年收入超過 2000萬元人民幣的工業企業 工業增加值反映企業在生產過程中 增加了多少價值以及創造了多少效益 除了全國整體工業增加值的增長情況之外 投資者還可以看到41個行業的生產狀況 當中資料較為詳盡的是汽車業 除了汽車製造業的工業增加值增長率之外 國家統計局還會發布不同類型汽車的生產數量 包括轎車、SUV和新能源汽車等 以2018年為例 汽車製造業由增長一成二放慢到不足半成的增長 當中轎車和SUV的生產量都下跌了 不過當年的新能源汽車產量就增長超過四成 與內地政策向新能源汽車傾斜有很大關係 而在2018年增長最高的是通訊設備行業 增長率達到一成三 總結而言 工業增加值反映製造業的興衰 投資者也可以看到不同行業的生產狀況 從而發掘業務精精日想的行業 避開走下坡的行業 小時候再見 請見 車請 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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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走